做梦真的能通灵 李文不是自杀 亡魂托梦中破案 高僧 这都是报应 李文coco抢救三天不治 享年四十八岁 让粉丝心碎 而十一日为李文投妻 没想到粉丝晋级 体梦见李文 疑似托梦 有话要说 极喊难道回来了 甚至有粉丝 开心到哭了出来 李文目前遗体 已经送去解剖检验 进一步厘清真正死因 对此 李文二姐李斯林证实 李文是非自然死亡 解剖报告需要四至六周的时间 未来希望能在两岸三地 替妹妹举办追悼会 告别是时间期望在八月 我妹妹对歌迷们的爱 是无可取代的 没想到 一向宠爱粉丝的李文 疑似回来了 多名网友在微博纷纷发文 都只称梦见李文 直言醒来发现梦里 全是你 躺床上满脑子 都是李文 做梦也是他 在梦里我还是个学生 听着他的歌情不自禁哭了 还有一名粉丝透露 李文在梦中跟他挂宝证说 会给你们开演唱会 希望李文来生能继续 给粉丝唱歌 另一名网友则是直言 梦到李文 刘欢在医院唱英文歌 其中一句歌词印象 特别深是 刘欢唱的英语 你才是众望所归的冠军 粉丝们用自己方式 怀念一代歌 后李文 头七回魂 是中国地区十分重要的一个节点 在很多地区 头七的隆重程度 丝毫不亚于葬礼当天 因为头七这天 才是灵魂与凡尘 真正了断的时刻 在很多香港恐怖电影中 都会在头七好好 安慰那些鬼魂 可是头七这天 鬼魂真的会回家吗 这点时至今日 依旧无法用科学证明 但依然有不少人声称 亲眼见到了 头七回魂所留下的痕 即 王灵真的会回家探亲吗 关于头七回魂这件事 有很多的来源 具体哪一种 为最早期的说法 已经无法查证 不过目前 较为可信的来源 大概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宗教当中的 头七 既然是回魂 那一定和地狱有关系 我国的本土宗教与佛 教当中都有关于地狱的记载 在道教的文化体系当中 有过七灾的说法 就是人在死后 每个七天会被阎王审问一次 每次审问过后 都会获得一次和亲人见面的机会 但因为在进入阎罗殿之前 会喝孟婆汤来一望前世记忆 所以只有第一次通过审问的时候 能够记得生前的人和事 甚至有的鬼魂已经忘记 所以并不是每个鬼魂都会出现 头七回魂的现象 而在佛教当中 同样有类似的说法 在瑜伽论里有中阴身的说法 中阴身就是在死后和投胎前的阶段 意味鬼魂在会以七日为期 在阴间寻找投胎的机会 道 了第七天必然会找到了机缘 所以在第七天会和亲人做最后的告别 然后去投胎 不过在民间也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这个说法和宗教 鬼魂等没有关系 相传神医匾雀 曾经用时针救活了已经死亡 多日的太子 所以在这之后 大家并不会着急 将死者下葬 而是先安放几日 看看有没有死而复生的可能性 在医学中 确实存在很多假死的情况 这种假死的外貌特征 和真正的死亡非常相似 但依旧有十分微弱的脉搏和心跳 所以人在死后不能立刻下葬 而是先将尸体存放并邀请神 一诊治 久而久之 便衍生出了投胎的说法 而托梦是一种比较邪乎的说法 一般也只会有去世的亲人会去托梦的 没有经历过托梦的事 情对于托梦的事情 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的 那要 试者一般死后几天托梦呢 试者一般死后几天托梦 试者一般是会在死亡之后的七天 给活者的人托梦的 在传说当中人们在死亡之后的灵魂还留 存在人世间的 当过了这七天之后 试者便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 也便是人们在死亡之后的 前七天的头七会去托梦的 一般人是会在死亡后的头七 去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托梦的 也便有 那所谓的人死后头七托梦 只是人们用来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